最终的空置是2.3亿公斤 占地足足有超过26个足球场大 台积电在美国凤凰城的新架 经过半年打造 罕见带着媒体一探究竟 这作为5nm的空间 台湾在台湾的空间 这座全新的晶圆厂 预计2024年 就能正式在美国本土 生产5nm制程芯片 一个月的产能可以达到两万片 目前台积电有高达六成的客户都在美国 也让台积电决定跨出亚洲来到北美设厂 由于一座晶圆厂光是建造就需要至少两年 耗资上百亿美元 兼顾设计晶圆还有制造的企业 很难跟上科技快速翻新的脚步 高通尼米达这些顶尖的半导体公司 都没有自己的晶圆厂得靠台积电协助生产 只专注在代工生产晶片成为台积电一倍充天的秘诀 目前全球只有台积电跟三星电子具备生产5奈米晶片的能力 台积电因此拿下24%的市占率 成为全球市值前十大企业 更是台湾民众心中的护国神山 目前台积电在全世界有12间晶圆厂 分布在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决定前进凤凰城 就是看上当地政府端出来的牛肉 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设厂 尽管解决了成本问题 台积电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人力资源 TSM's best engineers right now are in Taiwan they're likely going to stay in Taiwan the most cutting edge R&D is going to be done in Taiwan 除了短期性的派遣台湾精元厂制造人才 前往美国厂协助 目前也已经有300名美国厂的员工 来到台湾展开培训 专家也认为在美国与相关科技企业的交流接轨 同时也有助于未来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目前全球都积极投入晶片制造 欧盟就将投入1500亿美元 在鼓励半导体产业 也传出台积电有意下一步在欧洲设厂 疫情引发的晶片荒 也让各国关注台积电动向 抓住科技迈动的台湾经验 也准备随着小小的晶圆片 在世界各国开支散业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